人类可以将地球劈成两半嘛 比如这样 地球被炸的四分五裂 咱们可以想象一下 是什么样的武器 能够对地球造成逐次伤害 以人类最强武器 核武器来推断的话 最近为止爆炸当量最大的核弹是 沙方青弹 它的爆炸当量为5000万吨天梯 是广岛原子弹的3800倍 一吨天梯炸药 爆炸能够释放 10.18x10的95次放胶能量 按照每枚核弹 100万吨天梯当量来计算 那么全世界的核弹头 全部同时爆炸 能够释放5.4x10的19次放胶能量 地球是太阳诞生后 雨下的尘埃 在引力的作用下 而形成了星球 将要毁灭地球 炸成碎片的样子 按引力结合能来算 毁灭地球需要 2.24x10的32次放胶的能量 只有大于此数量级的爆炸能量 才能将地球炸裂开来 使这些延时碎屑 不会在引力的作用下 重新汇聚 全球核弹总量 1.34万倍 就算全炸了 对地球造成的伤害 也仅仅是脑脑痒 46亿岁的地球 不是这么容易就被打炮的 只不过是经过了 核弹很少的地球 人类基本就无法生存了 那么这时有机制的小伯 就要说了 从哪 那有没有武器 真的能炸掉地球呢 诶 当然有 首先以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来说 办不到 这样的科技存在于未来 在未来人类开启星际移民的时候 人类将会开发出恒星炮弹 一发下去 在地球的中心形成一个波轮黑洞 地球在黑洞巨大的吸引力变前 逐渐变成碎块 在黑洞的另一头 很有可能是咱们新的世界 在新的世界 用地球碎裂的材料 建造咱们人类新的家园 所以目前 人类无论怎么搞都无法 将地球劈沉两半 未来那就说不准了 感谢大家的观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